中国大陆国安部17号撰文指出 面对大选之后台海的局势 国安机关将深入展开设台 反颠覆 反间谍 反分裂斗争 依法防范 制止 惩治 敌对势力渗透 破坏 颠覆 分裂活动 对此 陆委会发言的詹志宏 表示从各个管道都可以来观察到 中国大陆内部管控突然转为相当严格 台湾人 外国人 入境大陆 曾经有过被滥捕案例 陆委会呼吁民众由于中国大陆滥捕行为 并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必要 不要前往大陆